大家好,我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流體的抽象畫 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是一張瀏酸紙 瀏酸紙的表面是比較滑的,很滑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酒精顏料 還有一支酒精的稀釋液 這支酒精稀釋液是有酒精成分,再加了其他化學原料 令它可以化得好一點的顏色 還有一個就是氣泵,氣泵也是很重要的 但有些人不用氣泵,他們也會用一些慢速的風筒來做 也可以 我開始介紹如何做到這幅這麼漂亮的抽象畫 我們首先選擇了我們想要的顏色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即是在旁邊開始慢慢做入中間 我先加了紅色 然後加入我們的酒精稀釋液 我們可以向左邊的方向 這樣加一個C字 然後開始慢慢用泵 泵進去 做出不同的模型 我先嘗試用另一種顏色 在另一邊 這次我先在右邊 用一個C字的酒精 向左邊 在右邊 先放進去 讓它們的顏色會有overlap的地方 我可以再加一點酒精 讓它稍微化一點 我想上面这个位置划一点 然後再在另一邊 我想再加一點紅色 酒精的份量可以加多一點 我現在準備好了這個基本模型 我覺得可以了 我會加入一支金色 金色也是不用滴太多 加了金色之後我們再繼續吹 加了金色之後 眼睛會明顯出很多 有些位置我們可以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就會彈得遠一點 在這裡加一點 再加多一點 然後再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 我會再加多一點 就這樣說 再加多一點 有一點 我會說 這時候想在這裡加多點紅色 好,當我做完後,讓它慢慢封乾 然後切開自己想要的尺寸,例如想要這個尺寸 我只要這個尺寸,或者我喜歡這個尺寸的尺寸 切開尺寸,把它配上尺寸,就可以了